随着俄罗斯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,网民们一直在争执着俄罗斯和中国谁更强大的问题,对于这个问题,俄罗斯人是如何认为的呢? 小编来到所在城市的某高校,与俄罗斯留学生零距离交流了这个问题,一位俄罗斯留学生自信的说,任何国家都不会变得像美国和俄罗斯一样强大,两个超级大国将永远保留他们的位置。 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,经济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变得越来越失弱,但是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机会接近它,俄罗斯就像一个陆军少校,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是正在学习的年轻新兵。 在科技方面,尽管印度,中国等国家,在空间技术上都有竞争,但是他们最大的可能只是实现俄罗斯和美国目前的成就,因此,俄罗斯无论是从前,现在还是将来,都比中国更强大。 另一位俄罗斯留学生赞同了他的说法,并补充说,尽管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,但是它与俄罗斯的战斗力是无法匹配的,中国唯一的优势是通过多年的出口而获得的经济实力。 即使中国拥有更多的人口,俄罗斯军队也比它更加成熟,经验丰富和强大,中国在某些领域可能优于俄罗斯。 但是在战争技术方面,除美国之外,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与俄罗斯的武器匹配,但是在未来,由于雄厚的资金,中国可能成为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国家。 但是至少现在,俄罗斯比中国更有力量,还有一位俄罗斯留学生,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问题,他说,如果只比较军事力量,俄罗斯比中国更强大, 俄罗斯一直是许多世界级武器系统的原创设计者和开发者,多年来一直在向其他国家出售这些武器。 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力量,但是火力比俄罗斯差很多,俄罗斯是美国唯一面临军事竞争的强国。 如果只比较经济,那么中国比俄罗斯更强大,事实上,中国的经济影响力,甚至使美国人害怕,大多数美国制造业依赖于中国。 但是,也有力挺中国更强大的俄罗斯学生,其中一位俄罗斯留学生从四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更强大的理由。 中国在任何可能影响国际政治的因素中都站上了俄罗斯,中国的人口众多,因此在邻国也有更多的文化影响力软实力。 虽然世界主要受西方文化的影响,但是中国拥有自己的版本,它的每一处遗产,都与西方文化不同,而俄罗斯由于70%的人口都生活在欧洲,因此,比任何东亚国家都更受欧洲文化的束缚。 中国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军事力量,它的技术和设斐,虽然仍然与美国不匹配,但是中国无疑能够在现代战争中战胜俄罗斯。 还有值得指出的是,俄罗斯的军队正受到人口锐减的影响。 这也是外国国民现在能够进入俄罗斯武装部队的原因,中国有更多的盟友,尽管它从来没有接近欧盟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和海湾, 国家的西方联盟体系,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利益落千丈,仅对亚美尼亚,白俄罗斯,塔吉克斯坦,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,五个相当不重要的国家产生实际影响。 中国在工业能力和经济健康方面,显然也沾上了俄罗斯,中国拥有更大,更稳定的经济,与西方有许多更好的关系。 而俄罗斯一直在为西方进行经济制裁。